做陶艺对女性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吃重的工作 不过台湾陶艺有一位女陶艺家周妙文 近年来备受瞩目 在2005年获选为首届大敦工艺师 也是当年得到这项殊荣最年轻的艺术家 她所制作的陶器独树一格 我们带你去看看 周妙文毕业于台南家砖美术工艺科 投入陶艺创作十几年 擅长以化妆涂彩绘造型 柔美的花草图腾 强烈的装饰图纹 展现古典雅致的风格 纹饰的部分我比较喜欢 就是一些花草自然图腾的取向 采运演织这些作品 我是采用敦煌石窟上面的花卉的图纹 周妙文是我觉得是 把陶艺走向一些女性化的特质 展现了相当明确的一个女性陶艺家 周妙文是台湾首位 将陶瓷及漆器结合的陶艺家李信龙 成立工作室后的第一批学生 李信龙很高兴周妙文能走出自己的路 他在作品里面 事实上虽然外在是刻画出柔细的 粉色系的女性化的一些彩绘 但是整个造型气势架构是相当具有分量的 周妙文认为陶艺作品除了欣赏之外 实用才能更贴近人 陶艺创作是还是必须要跟我们生活做结合嘛 就以当初的人像创作的这个主题 将法际的部分改为是一个我们罐子盖子的一个部分 延伸出来一个跟我们生活比较贴近的一个实用的 然后又不是有创作原貌的一个作品 陶土是周妙文人生风景的财笔 从强烈装饰性图腾到茶具灌溉等生活实用类的作品 每一件作品都是自我突破的记录 创作者也从中获得精神与生命的满足与充实 新唐两天电视秋天喜林立台湾台中采访报导